巨大叶 门口那箱子 等着我给你收拾呢 师哥 你回来了 抱歉师哥 我光过着看书 还没来得及收拾 本来是想看会书等头发干透的 没想到竟然忘了时间 箱子一下午没见洞地方 你倒是有闲心在这看我的书 还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 没把我书签弄掉吧 我没看见书签 是什么样子的 晶片镂空 一朵云 黄金 没有啊 刚才翻书时也没看见 你当然找不到 书签好好在我书房里搁着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跟我顶嘴 你做什么去 原来箱子里装的都是好东西啊 怪不得那么宝贝 我陪你 给我 这耳环 是师父给我娶老婆用的 我一个大男人要耳环干什么 不过是凡他顶嘴 随口戏弄一句 谁整想这回居然到了枝 徐老婆用 如果要把这当成家 不能头一天就欠低汉白东西 徐老婆只给一只 怎么不把另一只也给我 一片金书签 换两只白金匪最尔环 你们北方人倒是会占便宜 什么叫我们北方人占便宜 当时怎么就嘴下留情饶过他了 要可平时 我非得把人噎得蹊跷生厌 可济身与将嘴像讲道理 有一个人不离了 顾身与别人 不离开 你说这肯定是不离开 也有很多人 远走高飞 也忒不孝 您俩放心 往后日子还长 我帮你收拾他 不许欺生 哪有这条规矩 以往没有 今后就有了 省得你们再肆无忌惮欺负人 师父虽有心帮我 可只怕师哥 会对我更不满吧 姐夫 他们都差不多大 很快就玩到一起了 我收拾人的招还没想过出来 这保护法倒先给他立上 我总在店里忙 顾不上看着你们 可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小姨就是我的眼线 哪有一开始 就把眼线亮出来的 爸 你也别说什么七生七小 这行只欺负一种人 就是手艺烂的 这样吧 让五师弟当面露一手 正好我也想见识一下 季师父的高徒 是个什么水平 珍珠啊 你愿意吗 愿意 不过 师父 我能换个鳞子吗 这 珍珠呢 柔 润 有福 我看挺好 走吧 季珍珠 咱们机器防雪料去 这 满屋子全是好料 还有不少抽胚的物件 五颗男红玛脑 选一个 选料是考验手艺的第一关 鸡珍珠 我当然看看你究竟会怎么选 想过我这 可没那么容易 搞红 玫瑰红 朱砂红 柿子红 这颗紧红色的 怎么是假的 所以 从选料开始 就已经是考验的一部分了 这次 我该怎么选呢 这么尽心尽力学手艺 就是指望着讨你师父喜欢 好把家业全传给你 是不是 我可告诉你 即便你手艺再好 这家里的东西 你也别想拿走一星半点 季珍珠 我选这颗锦红的 只有漏灼 才能减轻其他人 对我天降拜师的不满吧 这颗 赶紧开始吧 是 师哥 这画的什么玩意儿 再处理一下 就差不多了吧 万子晃有什么 你摇头子还是发扑克 我习惯这样 习惯这样 习惯五颗男红 连真假都分不出来 习惯画形无力乱七八糟 还习惯晃着万子拿刀 浪费时间 不止羞涩 我不漏一点风亡 应该能短暂安慰到大家吧 而一心只在乎手艺的师哥 只怕 管他呢 金书千美见着 翡翠尔环可是心疼的 我一宿没睡好觉 翰白 我昨天听我爸说 那新来的武师弟 不只是季方雪的徒弟 还是季方雪的私生子 难怪 季方雪肯定对我爸托孤来着 你看他那面相如珠如玉 命好着呢 没继承到亲爸爸的家业 来到咱们家却能分一杯羹 出席 你用不着在我耳边吹风 那几间店谁稀罕谁要 苟烟残喘 还直到你争我抢 起了怪 玉小姐一再没落 怎么还当个宝式的怕外人来战 真没追求 鸡蛋猪 出来 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 箱子摆这儿像什么话 你以为琉璃场摆摊呢 赶紧出来收拾了 不然我把箱子披了定板道 知道了师哥 长得如珠如玉 面相确实不错 可再漂亮的草包 也是草包 师哥 书在路上有些受潮 我晒晒行吗 你都晒了还问什么问 不过 它居然有这么多 关于古文文文的书 有些甚至连市面上 都已经找不到了 居然还有这本 这本我找了大半年 关于海洋出水文物 和山林出土文物方面的 它最详细 言外之意 就是想看看吗 不过这书 可不是白看的 师哥 我书太多 能放书房一些吗 有戏 那就放你吧 谢谢师哥 早就想来师哥的书房 看看了 这可比卧室还要宽敞 那是金片镂空 一朵云 发什么神经 你那枚金书签 就在书桌上放着 你去瞧瞧 那就是我记错了 没夹在书里 把翡翠尔花还给我 那是我师父给我的 我没动丢书签 你别想没有东西 谁稀罕 谁稀罕 给给给 拿走 不过是看做工好 想多琢磨两篇技法 本来也没想要它 真是的 当我看书 这小男蛮子 没想到他居然这样信了我 以后他说什么我也不会信了 这盒桃苏还是小姨送的 这家里也就数他对我好了吧 要不 雕个什么送给小姨当礼物吧 但是最后的抛光怎么办呢 除非师哥允许我进机器房 我俩之间想搭扣子 一换接一换 没师兄弟情义 也没同行之间的好感 就只有 嫌隙